这幅画是夫妻俩在慈善晚宴上拍回来的 放在家中的第一晚 夫妻俩就双双死在了家中 这么诡异的案件 肯定少不了狄恩兄弟的参与 根据报道 夫妻俩在家被割喉 案发现场是个封闭式密室 没有指纹也没有凶器 山姆怀疑 这可能是一起超自然案件 而且根据父亲笔记的记载 在很久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三七惨案 虽然相隔久远 但作案手法却是极其相似的 由于案件相隔甚远 所以没人将三起案件联系起来 只有他们的父亲一直在调查此事 现在案件再次发生 他们很有必要调查一番 山姆查阅了死者房子的历史 没有超自然现象 也没有犯罪迹象 迪恩猜测也许是里面有什么物品受到的诅咒 不过现在房子已经空了 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转交给拍卖商进行拍卖 镜头一转 两人混进了拍卖会 在这个高级场所 两人显得格格不入 瞬间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 不过迪恩并不在乎这些 只想着混吃混喝 顺便打听消息 还饶有兴致地喝起了香槟 山姆注意到了一副怪异的油画 此时拍卖商的女儿萨拉走了下来 她对帅气的山姆颇有好感 山姆正准备向她打听油画的资料 就被拍卖商下了逐客令 为了打听消息 迪恩开始怂恿山姆 去和萨拉约会 萨拉不像她父亲那样高高在上 看不起他们 为了照顾山姆 还特意挑选了啤酒 这也令山姆对她产生了好感 两人的晚餐非常愉快 根据萨拉带来的油画资料 兄弟俩了解到 这幅油画完成于1910年 再加上父亲笔记的记载 在油画完成的两年后 第一个购买油画的人就惨遭杀害 之后的几十年中 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件 后来这幅油画就被封了 直至上月被捐赠给了一场慈善拍卖 被那对夫妻买走后 就发生了惨案 两人也不知道这幅画有啥问题 两人趁着夜飞风高 潜入了拍卖会 将油画偷出来 并一把火烧了她 两人本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决了 下一秒 诡异的事发生了 油画被烧毁的同时 框架上的油画居然再次恢复了原型 温家兄弟俩本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 迪恩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 显然是昨晚掉在了拍卖现场 上面留有她的指纹 如果被发现 肯定会惹来大麻烦 两人急忙地返回拍卖现场 无意间撞见了萨拉 山姆以为事情到一段落 即将离开这里 面对失落的萨拉 山姆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时 明明昨晚已经烧毁了她 没想到今天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 显然今天是走不了了 为了查询油画的资料 兄弟俩来到图书馆 在管理员的帮助下 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 管理员还给他们说了在很久之前 发生的一气惨案 一位父亲屠杀全家后自杀 据说父亲是个理发师 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 另外还收养了一个女儿 原本是非常幸福的家庭 可由于理发师有暴力倾向 长期的家暴 引发了家庭矛盾 妻子便想带着儿女离开 没想到她竟狠下心来 用剃刀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人 之后又选择了自杀 据说他们的尸体都是被火化的 而且还有一张全家符 正是那幅油画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书中记载的全家符中 理发师是正脸 而油画却是侧着脸的 山姆怀疑 理发师的鬼魂被困于油画中 所以惨案才会接连发生 现在他们必须毁掉那幅油画 很快 山姆联系了萨拉 说想看看那幅油画 可不巧的是 油画已经被卖了出去 问了买家的地址后 两人火急火燎赶了过去 与此同时 买完油画的老太太正喝着咖啡 突然 油画中的理发师扭动了脖子 此时油画中的剃刀已经消失了 听到动静的老太太抬头一看 老太太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 萨拉走近一看 他们终究是来晚了一步 老人已经被割喉 萨拉也被吓得惊慌失措 山姆只能告诉他们事情 她虽然非常惊讶 但很快接受了现实 那幅油画是她父亲卖出去的 她觉得自己必须要为此负责 打算和山姆一起行动 之后 几人再次返回死者家中 仔细观摩了油画 和书中的全家福对比后发现 两幅画中的剃刀是一开一盒的 还有就是那画中画 似乎是个墓穴 于是几人找到了画中的墓穴 这里供奉着那一家四口的骨灰 以及他们生前最爱的玩具 迪恩还发现 理发师的尸骨并没有被火化 而是葬在其他地方 夜晚 他们将理发师的尸骨挖了出来 一把火给烧了 这次终于可以消灭鬼魂了 两人正准备将油画带走 然而诡异的是 油画中理发师的羊女突然消失了 而且那把剃刀也不见了 下一秒 房门自动上走 无论迪恩怎么撞击 也无法打开门 山姆和萨拉被困在房子内 他告诉迪恩 是理发师的羊女在作馆 这就能解释 为何油画中的理发师 一直在注视着羊女 突然 屋内狂风大作 羊女拖着羊娃娃 拿着剃刀一步步逼近 山姆拿起一旁的铁棍 一棒将鬼魂打赛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萨拉突然想起来 牧师中的那个羊娃娃 在那个年代 人们会把娃娃做成孩子的模样 而且还会用孩子本人的头发 迪恩当即开车来到了牧师 此时鬼魂再次现身 控制物体压制住山姆 紧接着 又攻击萨拉 就在剃刀落下的一瞬子 迪恩点燃了羊娃娃 山姆也敷了过去 随着火焰的覆盖 鬼魂瞬间化为了灰烬 回到了油画中 实际上 理发师根本没有杀人 羊女才是那个恶魔 在她被收养前 就曾杀了她的亲生父母 之后又残忍地杀害了理发师一家 最终选择了自杀 由于怨念太深 她被困在了油画中 即便如此 她还没有停止杀人 理发师才是最冤的那个 她一直看着油画中的羊女 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小心羊女 案件告一段落 又到了离别之时 山姆之前一直没能打开心扉 因为她害怕萨拉 也会像去世的女友那样 但最终按耐不住压抑的感情 两人稳在一起 敌人也放下心来 山姆总算是敞开心扉 但现在她还有使命未完成 只能和萨拉短暂地分别